喂? 啊? 找羅馬? 他現在很忙 他準備要拍第二集 你稍後再打過來 沒空 再見 上一集 跟公老師說書法和國話 真的很開心 很多獎知識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 古董結他收藏家 韓文德先生 我當然是節目界的美女 今天會請到 鍾維小青 和我們一起見 再見 謝謝 我們今天開始第二集 坐在我旁邊 美女當然是Joey Joey 你好 和大家打招呼 我是Joey Joey的名字叫詩音 Joey 我想問你 其實爸爸改詩音 有沒有想過弟弟和妹妹 叫做D音和E音 應該沒有 下次大家也想不到 用這個方法改變 可能很容易 今天嘉賓是哪位 何山 何元彬先生 何元彬先生 是一個古董結他收藏家 我們給點掌聲 何三 今天我們的嘉賓 就是何元彬先生 阿彬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我是何元彬 我是古董結他的愛好者 暫時收藏了大約15支結他 這麼多 是 要用這個時間 是否十五年 你收藏到 不需要 我都沒有詳細紀錄我的收藏時間 但大約四五年左右 每支都是價值來成 是否一千年一支 也不是 不過每一支都有它的特色 所以每一支都不多 聽說你今天帶了三支來給我看 是 是 何謂一支古董結他 古董結他 其實古董結他 嚴格上來說 我都覺得不算太古董 因為它的發明 在十九世紀中期 是 約我一百五零年前後 其實到現在都是一百五十 一百六十年 那 為什麼叫做古董結他 就是當時有個西巴牙工匠 叫做Torris 他就是 是 約我就是一百五零年前後 就發明了 或者他創立了現在的古董結他 的樣子 那個結構 噢 當時的結他的樣子 和現在你看到的古董結他的樣子 大致上是相同的 噢 它的音色都做的 是一樣的 是的 譬如他的琴丁的長度 是六百五十mm 這些是他當時定了出來的 當然可以因應 那個演奏者的高度 去調校 有些高大一點的 就用六六零mm 有些女士 手小一點的 身體一點的 就用六四零mm 等等 之類的 而且他定立了是十九個品 噢 十九個品 現在我們好像是十九至二十一個品 為主 是的 基本就是十九 現代的結他 可能會加多一點點音 就會去到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都有 噢 其實功能上分別很大 其實現在我們在彈的吉他音色 就是大致上是1930 或者1937年 原價格上來說 之後開始成功 其實每一個木板都有一個音調 有一個Pitch 現代的吉他定立了 其實大家都供應了 F-Sharp調 那些木板 音色出來是最美麗 以及最深的 噢 即共鳴感會最好的 是的 高音又會清晰 低音又會很深層次 我想它已經差不多八十年了 是的 但是那些木板在以前古代 是否比現在更重 那就不是了 因為以前的圓線 沒有現在的Tension 那個緊度那麼高 那些圓線很輕的 以前是沒有利用線 金屬線 是用羊腸的 由於那些線的拉力不夠 所以結他都會傾向用軟一點 軟一點 而且做得更輕 就是適合那些圓線 說了羊腸的東西 不是太明白 譬如我們煮食 我們會煮食 煮食的時候 羊腸本身都是一種我們叫做食物 內腸會變的 如果用羊腸彈會不會變呢 應該是加一些化學物料 令它不會變 可能是這樣 因為上次有個演奏家跟我說 他都彈過羊腸 不過真的沒有現在的那麼好彈 可能需要改變一下 是的 但你見過羊腸的結他嗎 我沒有見過 但是我會帶來有一支結他 當時還是沒有發明 這個high tension 線的 當時是不是用 直接魚腸線用high tension 來彈的 當然是用一些很輕輕的 來用的線 金屬線 因為我自己彈 我喜歡normal tension high tension 用手掌痛 對 我想當時是比normal tension更加軟 更軟 還軟一點 應該完全不同了 我已經說了很久了 很心急 你心不心急 想要第一支嗎 我們不敢碰的 今天第一支結他為大家介紹 就是叫做 Hermann Houser二世的結他 這支結他就是 Sagovia用的結他品種 它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就是 它是1937年 經過Sagovia的遇見 Hermann Houser 就做了一支 適合Sagovia用的結他 它跟以前Toris的結他有什麼分別呢 西班牙結他是比較活潑的 它六條線 其實音量和音色的均衡度是不夠的 所以它出來的音樂就會變化起伏比較大 但是去到1930年代 開始的作曲家 是覺得做一個結他出來的樂器 是應該要近似鋼琴的 每一個琴電的音色 應該大致上是要做到一致的 就是平衡一點 沒有那麼跳脫 是的 那它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六條線都會很平均的 就是如果我用同一支手指彈 那一支手指彈 出來的音色呢 如果你閉上眼 應該是分不到哪一條線的 它的音色是盡量是一致的 那還有呢 當你橫跨你的原線的時候 你和一隻手指彈 用同一個力度 都會那個音色是大致上的 就不會比六條線的 因為質地不同 而影響到那個音色會變化 就是平衡很多 跟我們平時彈的音色很不同 是的 而且我剛才說過 每一種木都有一個調在這裡 做結他 以前Horus 的結他 很多時候都會用一些古代的結他 用一些E調的 嗯 那出來的音色是沒有現在這麼漂亮的 那由那時候開始 Sagovia 就說 要用C 用F-Sharp 那發覺出來 效果是好很多的 有共鳴感強很多的 是的 於是一直到現在 都是在用這個 這樣的設定 好 還有他的特點就是 他這隻結他當時很流行 Sagovia 從1937年到1970年 在這段時間裡面 基本上在古典結他 都是被這隻結他去紅化的 哦 他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他彈的音樂 好像唱歌一樣 表達出來的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他發明了一個 我們稱為Sustain 那個 Sustain 比較長 他有一個叫Hidden Notes 當我彈一個音的時候 他會有一些呼聲 另外一個音出來 給我示範一下 他開頭出來的那個音 是他的原音 但是 他突然間就會變化 變成另一隻音 就會破長 你會聽到 哦 我明白你的意思 是的 當時是他才能做到的 當然現在很多結他工匠都做到 但是當時是一個秘密 嗯 現在大家都認識這個技術 是的 那這些結他 因為我那時候 這支結他是1959年製造的 當時沒有high tension 的線 嗯 甚至當時叫做high tension 的線 都沒有現在 normal tension 的線 那個 tension 這麼高 哦 是的 所以他不適合用一些很硬的線 即是軟很多的那支彈 是的 或者羅馬Sir可以試一下 我想問一下 因為本身這個 古典結他遊戲 在納琴進來的這段時期 那個影響也很大 因為納琴短很多 他現在的音似整個場很多 因為在Ploris 8 年 訂立了這個古典結他設定之前 其實所有的樂器 是叫做結他的前身 其實都原價上來說 不是結他 嗯 那如果這支結他 適合彈一些比較 soft 的歌 還是純古典 還是比較強一點的歌 其實它任何類型的歌 都是彈到的 但它出來當然那個爆炸 沒有現在現代的結他 那麼厲害 那這支 soft 的歌 要是我試一下 soft 一點 試一下 試一下 好 比我們現在脆 脆口好多 我們現在已經 還有透明度高很多 是 那製作上 是因為它影響了 所以透明度高一點 還是那個 app shop 面板的影響大一點 那當然 它的特色還是 它用的面板是特別漂亮的 你會見到那些木紋的間距是不規則的間距 你會見到有些比較闊、有些比較窄 是當時用的特色 而且這些是不規則的 這些叫bare cross 好像水紋一樣 他覺得這樣的面板是最好印度和彈性 而且他是用了巴西玫瑰木 巴西玫瑰木大家也公用了 讓大家看看背部 慢慢拍一下 這個顏色很漂亮 用了巴西玫瑰木的結他 出來的音是好像有些叫中聲的效果 所以你會覺得有點脆一點 剛才彈出來好像教堂的中聲一樣 如果外國的雜誌會用複雜 叫做compat 去形容它的音 它不是一個原音就這樣出來 即是層次多一點 是的 用紅酒說是有些收結的 而且它是因為層次高一點 或者是複雜性高一點 它就做這些 擦的動作是會 10%更加久 嗯 感覺好一點 我們會聽到有些 這些叫做heathen notes 嗯 這支結他我們就說了這麼多 但這支結他還有什麼特色呢 Kermann Houser 還有一個特別之處 因為以前那些結他 我講過了 因為那些線的tension 不太夠 它發聲的原理 是用了整支結他 由琴頭到琴尾去發音 它當時就研究了 這個叫做v shape 的接口 它就覺得這樣 是由琴頭到琴身 發聲的功能是最好的 就像一個solid共鳴 solid resilience 這個筍位是很難入的 嗯 是很考功夫的 需要多一點時間才能做到 這個真的很難入 這個筍很難入 麻辣很多 而且這些結他漂亮就漂亮 當時也是一個特色來的 當時沒有那麼有錢 就不會用橡牙去做這些位置 用一些塑膠 那時候那些塑膠的物料 沒有現在的塑膠那麼漂亮 所以隨著年紀演變 它就由白色變成橙色 哦哦哦 是自然地變出來的 是的 這也是這支結他的特色 所以買這些結他 或者收藏這支結他的人 一定要買橙色的 而那些白色 就是後期被人換了 哦哦 不行 我也有支結他 是這樣製造了橙色 原來是這樣的 我又有這麼有趣 會換橙色 這支掌字 好多謝你給我掌聲阿斌 我們換另一支畫 好多謝你 好了 第二支結他想為大家介紹 是之前那支結他的一個延續 嗯 去到1973年 有個結他工匠 叫做 Jose Lopes Womenales 這個很有名 他是一個西巴牙人 但是移居去了英國 當時世界級的結他手 叫做Julian Green 就很喜歡他做的結他 他覺得很有西巴牙特色 Julian Green 就很喜歡西巴牙的音樂 但是呢 Julian Green 也覺得 剛才那支Helman Houser 就太過平均了 嗯 就好像沒有西巴牙的特色 嗯 沒有那麼有起伏 對 沒有那麼熱情 當時他就拿了他自己手上 兩支Helman Houser 就給了Womenales去研究 嗯 就希望做到平均之餘 但又要有西巴牙的特色 他也很有要求 誇張 又要做到音量大了 嗯 挺好 都適合了 將Cognitive提高 大家都好 而且大家都看到很多 Julian Green 彈秀的個人風格 很喜歡擦線 是的 他也給了一個要求 Womenales 可不可以再延長一點 已經不足夠 你更加誇張一點 是的 你看到他的結他 的外表就很特別了 他就是Torris 加Helman Houser 的兩者混合來的 但你看到琴頭 其實就是Torris的琴頭 圓很多 圓很多 對 他後面又用了V-Shake的joint V-Shake的筍位 也是這個 用了Helman Houser的特色 嗯 是的 而且他就 裡面這些量 當然有經過改量 令到結他 共鳴更加漂亮 還有 10聲更加好 音量更加大聲 我說過 以前的結他 是整支結他去發聲的 所以當你彈走這支結他的時候 因為他改良了那麼多 你就會發覺震動 比剛才那支更厲害 當你彈的時候 你會發覺 左手的手柄 震得很厲害 還有他 有以前的特色 有Hidden Notes 這個更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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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誇張 因為他加強了 對 還有是耐了 直到聽到那個Wave 是向上跳出來的感覺 對 所以就方便了Julian 那邊做這個動作 這真是Shake the guitar 好 或者羅馬試試看 哪有什麼分別的 好 我想說一下筍的問題 木工上面 筍的銜接就是一個鴛鴦 即是左右兩邊陷在一起 但為什麼要用筍呢 你不用筍 你可能要找外在物體 譬如釘 其他螺絲 拼起來 這樣傳到聲音 就有障礙了 如果筍就沒有 但筍陷得好 功夫很大 因為這樣扣著 你哪有這麼精彩 這支其他Shake the guitar 這支什麼歌 我試一試 聽一下共鳴聲 還有一支 我選擇 一支 vest Interesting 好 謝謝 你 不 你 人工 按度開聽 我覺得很現代 跟那支相比 現代感強多 那張很古代的感覺 這張ітet是現代化很多的感覺 7 多年後我開始學結咖 感覺相當不錯 不過好像摸上手是輕很多很多 而且木紋完全不同 質地因為不同了 差距很大 這次的面板是用什麼質料 剛才的面板都是用Skruze 不過它不是用Bear Core 或者非規則的木紋 因為要找到那時候的木板 是很難的 基本上應該都找不到 後來大家找到這種Skruze 就是代替Hermann Houser原本的Skruze Skruze的中文應該是月春桃木 桃花生木 有八重木也有 應該是一樣東西 這次的柄呢 柄是標準了 柄是什麼木 柄是用Skruze 這次不是巴西的 背板和側板是印度的玫瑰木 Indian Rose Wood 現代吉他基本上是由兩種背板和側板去做 一是巴西玫瑰木 一是印度玫瑰木 大致上都是這兩種 印度玫瑰木 是印度玫瑰木 印度玫瑰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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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相當好 但摸在大小 不知道為什麼輕了 這支玫瑰木 很自然有感覺去小一點 其實都差不多 如果真的要重量 另一個觀感 我覺得特別是 現在的新造結他 通常做線和線之間的指位 會闊少少 不知為何現在的手大 你比我兩支是一樣 但都是偏窄少少 它是否有設計上的距離不同 因為這支是根據Hermann Houser的結他 去延續出來 所以大致上 那些尺碼是很接近的 只不過是裏面的量不同了 那這次不會變橙色的 這些很現代的 因為這支是後期 首先這支所有東西都已經不同了 這些是橡牙 這支是後期加進去的 原裝那個就比較橙了 因為功能上已經是佈置了 現在整個感覺好很多 你喜歡哪支比較多 我喜歡這支好像比較漂亮 還是貪新鮮 這支比較年輕 還是覺得漂亮 這支比較漂亮 這支先說了 Siema 你好像有問題 我想問其實這些結他這麼珍貴 那這支結他要怎樣保養 其實我們可以當它人的皮膚 這樣保養 那它最大的木材來講 最大的天敵就是那個 溫差和濕度 如果你太濕 就會令到那些木很軟 還有會漲 會接著那些 膊口會爆 那如果太乾燥 又怕它收縮得快 又會有裂紋 那怎樣控制濕度呢 就是當你好像一個人那樣 你降得很乾燥的時候 那你就要放濕 那家裡 那如果你降得很濕 夏天好像香港很潮濕 濕濕濕濕 那你就放些防潮的包 就放在密封的電壓盒裡面 那盡量都不可以 在一個溫差極大的地方 去開盒 打開那個盒子的結他出來 譬如你在一個雪地的環境 突然間走到室內 雪地外面是零下可能20度 突然間走到室內 是有20多度的溫度 那相差可能的溫差至40度 那你就不可以立即打開盒子 拿個結他出來 那不就很容易去 我有一時見 Jolie和媽媽會在那裡敷面 那她需要敷面嗎 那其實這些結他最討厭的地方 就是她的音色 那任何的物料加上去保護它 都不需要 因為她會改變了音質 那有些人為了買結他回來 要弄得很英俊 就找一些人去加工 花了又磨掉它 然後又重新上去 即是不用做非熟 那就不會 因為總之就是 越原裝就越珍貴 價錢都是越高 對 英俊皮膚保養和美女是不同的 我們現在說說第三式結他 這支叫什麼名字 這支叫做Staniel Fetage 是1980年製造的 你看到面板是不同的 比較近代的 就用了叫做Staniel Fetage的面板 這支很流行Staniel Fetage Staniel Fetage的分別是怎樣 Staniel Fetage的音會比較大顆 還有一些新的結他 是要彈多一點才會開聲的 那些Staniel Fetage 據說要彈五六年才能真正開到聲的 但是Staniel Fetage 彈半年就可以了 所以現在的結他手就要快 所以現在就比較流行用Staniel Fetage 又大聲又容易開聲 還有這支結他為何會拿上來為大家介紹呢 雖然它是1980年製造 但是到現代的古典結他手 都會用這個工廠製造的結他 所以它的功能大致上 都是跟現在製造的結他沒有分別的 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就是當時去到80年代 開始的現代作曲家 作詞歌是比較頻密的 快的 那就是 那時候有20粒音嗎 是的 當時說要厲害 那些古代的結他就不夠用 好像音去得不夠快 所以它會做一些更加快 做這個結他工匠 它本身是讀音樂的 那它就研究了很多科技的方法 就將這支結他儘量做到它 為它第一的目的 嗯 那一定要夠軟 大聲 傳得去 對 所以你看到它的柄都好像一把劍一樣 嗯 整支拿出來就是一部武器 主要是讀咒會多了很多 是的 Scoffier之後的事 是的 它的特色就是 它用的油很特別的 它用的油是當時叫做 套Saber Mirage的油 現在已經沒有了這種油的生產 所以如果這支結他如果是不漂亮 本身買回來 那些人再去磨過面板 再油那一層油 是油不回那層油的 嗯 所以那些人收藏或者買的時候 都是盡量找回那種顏色的 我自己喜歡這些偏向橙色多一點 嗯 我覺得橙色的聲音更漂亮 心理上可能是這樣想的 是的 那它也是做到很清 很快 還有很大聲的 還有敏感 對 還有敏感度很高的 嗯 可以啊 羅馬又試一下 那麵板為何會響一點呢 那麵板上有很多粒子的排序 那這些粒子排序呢 它會互相撞擊 我們叫做爆炸 那你令它爆炸了之後 就會開聲 那看一下開聲的程序有多快 所以有些會不會有幾年 還有我想說 它的結構已經有少少不同了 它是用了叫Double Size 和Double Fat 即是它現在的發音原理 就已經不是由琴球上升 那有個V字符 沒有了 是的 沒有了 目的是 令到琴是重了 令到琴聲是硬朗了 但表面板一樣是很軟很柔軟的 那些聲音是推出去 推得容易 差不多重了一倍 現在感覺是箱重了 對 差得很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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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